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看起来有点开心 因为我换了一个相机 这个相机就是上面可以翻盖 翻过来看到自己的 因为之前的话 我就是一个人对着一个 黑漆漆空洞洞的镜头在那儿讲 就会一个人越讲越没趣 这相机能看到自己吗 就是最起码感觉是像对着一个人在说话 希望我的表情可以好一点吧 可以经常微笑给大家看 因为我翻看之前的视频 感觉自己的表情有点太严肃了 然后我这只相机是富士的一款 具体的型号的话 我会回头打在下面吧 这相机它的画质应该是没有之前的相机好的 但是我还没有放在电脑里面看过 所以我们就先来试验一起吧 还有我感觉它的对焦 现在就是有点飘忽不定的 不是很稳定 那今天的视频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在Colourpop网站上面买的东西 然后呢 本来这支视频我上周已经录过一次了 但是结果失败了 就是我的on跟off搞反了 该拍的时候呢 就没拍 然后就拍了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已经过了一周了 但是还是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晚面吧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能够顺顺利利 然后能够在自己希望有所进步的领域呢 能够有所建议 那也会争取 会做更多更好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 Colourpop这个牌子呢 它一直很火热 然后我也一直很长草 但是就是迟迟没有下手 就觉得家里面东西已经不少了 那么就算了吧 但是就是大概可能三周前吧 看了那个阿妮的视频 就又把我给烧到了 所以我就忍不住还是去下了一单 那正好在我去他官网下单的时候呢 赶上他出新品 然后他们家最近新出了一个系列的眼影 叫做Price Eyeshadow Price Powder Eyeshadow 今天呢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除了新品之外的我买的东西 就是一些经典的眼影啊 然后唇部产品之类的 然后下一期呢 就会跟大家分享 他们家新出的Price Powder Eyeshadow 现在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这款眼影 然后我一共是挑了三个颜色 第一块呢叫做Hunky Punky 然后它的质地是Matte质地的 你们看我已经摸过了 然后他们家眼影的质地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软 又软又湿的 非常的特别 它在手背上的试色呢 就是这样一个 Taupe的土色吧 是一个比较百搭的打底色 我因为它搭配过比较偏橘色 然后暖调的妆容 然后也搭配过就是大地色系的眼影 就都还蛮百搭的 然后我发现啊 就是它这个眼影 因为质地的缘故吧 它是感觉用刷子并没有能够 很好的把颜色给取下来 自己看的话 其实现在眼皮上已经有颜色 但是我怕你们看不清 我就是再多刷几层好了 对比一下 应该能看见有颜色吧 第二块眼影呢 是一个酒红色的眼影 名字叫做Drift 它的质地是Prolite 是珠光质地的 在手上呢 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它的珠光 就是那种比较细微的珠光 不是大颗粒的那种 三块非常好看的一个深蓝色 名字叫做Lakfully 质地也是Prolite 珠光 上眼可能会不容易画得好看 会有点脏 但是就是放在盒子里 跟画在手背上都非常的好看 带着细微的那种珠光 据我上一次 画这个眼影的经验呢 它们在眼皮上的显色度 并没有在手背上那么好 也刷它们家眼影的话 我比较推荐选那种刷毛 比较密集的 这样能够更好的抓粉 能够更显色 能看见吗 深蓝色我是真的不太会画 因为我每次画这种深蓝色 就会画得很脏 后来给大家看一下颜色 反正也无所谓了 今天就是乱画的一天 然后我下一次再录 也是录这个视频 等录完之后 然后再仔细看 这两块珠光色的眼影呢 它们其实是有一点点 fall off的 就是会有那种 会碑粉 就是细小的颗粒 会掉在我的下眼颜 跟鼻子这边 用完这个眼影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把盖子盖紧 不然它们很快就会干掉 现在的部分呢 买了两样产品 一个是这个眼线胶 然后它的色号是叫做Stumper 是一个这种咖啡色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一支眼线胶笔 颜色叫做DTLA 是一个深蓝色 手背试色呢 就是这样两个颜色 然后我要说的呢 这两样产品我都不是特别的推荐 尤其是这支眼线胶笔 我非常非常的不喜欢 它的笔心很硬 然后你在画在眼睛上的时候 非常的不顺滑 你会感觉到就是摩擦力非常的大 然后会一皱一皱的 就没有很没有办法 很顺滑的画出一条眼线 而且因为它干吧 可能就是它特别的容易断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就断了 然后我刚刚就在手背上试色的时候 又断下来了 它就是防水性肯定不好 你看我刚才就是用手指 稍微上下这样搓了一下 这边就已经晕开了 那眼线胶也是属于比较干的 跟那个Bobby Brown的比起来的话 完全没有那个顺滑 就这个眼线胶呢 我是觉得很一般 然后这个眼线笔的话 我就是觉得非常的不好 下面呢就到我最喜欢的部分 就是唇部产品的部分 然后这次呢 这种笔状的口红买了两支 然后这个是液体的口红买了两支 但这个比较裸色的颜色呢 叫做Kido 然后它的质地是sheer质地的 色的手背式色是这样的 它在我嘴上之后呢 是这样一个颜色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又有点裸粉 但是又稍微带一点点土的那种裸色 我觉得颜色还是挺好看的 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滋润 在滋润的同时 如果你这样抿一下的话 它的唇膏不会变成一块一块的 因为有一些唇膏非常滋润的话 它是有点涂不匀的 但是这个还是蛮匀的 虽然它的质地呢是sheer 但是它对于原本纯色的遮盖力还是很好的 第二支口红笔的名字叫做Love Light 它的质地是Mate X 卑视色是这样的 是稍微有一点点深的装红色的感觉 我真的是得不得不再吐槽一下这个相机的对焦能力 简直太弱了 这是富士的什么呀 反正就是我要把型号写在下面 然后这一款相机用来录视频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 对焦能力太弱了 要对很久很久 特别容易的失焦 就是对于人脸的追踪功能太差了 我稍微动一下它就自己会失焦 那这一支呢虽然是Mate X的质地 但是其实我自己嘴唇上面感觉起来并没有很干 然后它的质地是感觉非常轻薄的一层在嘴上 加那个唇纹 就是还好我觉得 接下来这支裸色的液体唇纲呢 色号叫做November 然后它的质地是Ultra Satin 手背沙色 算是有一点干燥玫瑰的感觉吗 November在我嘴上的颜色呢 就是这样一个颜色 那它的质地看上去 怎么说呢 感觉上是没有看上去干的 抿一下嘴里会发现它的 还是有点粘度的 看还是会剩下粘粘的 但是看上去就比较干 因为它显唇纹显得稍微多一点 我给你们近距离看一下 近距离看的话 我会觉得它这支液体唇膏 比刚才那支口红比Mate X之地的 要更显唇纹其实 但是反正也是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了 这支液体唇膏呢 颜色有一点南瓜色的 它的色号叫做Mama 然后它的质地是Ultra Matte 手背的试色呢 是这个颜色 是一个 就是我最近在找的这种很正的这种 南瓜装红色的感觉 最近就非常想找这个颜色 看它现在的质地好像感觉挺水润的 但是其实它非常非常的干 这支唇膏的颜色呢是偏深的 然后而且非常显色 那我先淡涂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淡涂也蛮好看的 那我就在下嘴唇就只涂这么一点点 然后这样抿一下 再用手指把推开 这支涂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你可以就是再稍微蘸一点粉底啊 把旁边稍微拍上一点粉底 会有一种那种咬唇的感觉 会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呢我就把它涂满 涂满之后呢就是这样一个吃土南瓜色 就是一种很有气场 然后感觉你不要过来惹我的这种感觉 这个质地的名字起的 这真的是恰如其分 Ultra Matte 非常的干 自己现在嘴唇上的感觉呢 就是感觉旁边 这一周都有一点点紧巴巴 就巴在一起的感觉 在近距离给你们看 我真的觉得是厉害了这个唇膏 是我用过有史以来最显唇纹的唇膏 就是每一个每一根非常细小的唇纹 都能完美的帮你显现出来 我感觉镜头里面这都算好的了 我自己在镜子里面看的话 非常的可怕 就是很像那种 可能90多岁的很干瘪的老太太的嘴唇 简直是太可怕了 虽然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颜色 但是这个质地我真的是无法接受 所以下面呢 我来将一点点润唇膏擦在上面 取一点点这种褶状的润唇膏 加了一点润唇膏呢 看上去就是这样子的 看上去稍微有好一点吧 我觉得 好了 以上呢就是我这支视频 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产品以及刷色 那下面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他们家产品我最喜欢的呢 是这个口红唇笔 我觉得我挑的这两个质地呢 一个shear 一个是matx 这两个质地的唇笔 我都还蛮喜欢的 shear的质地呢 又滋润又显色 matx这个质地呢 非常的显色 但是也不会觉得嘴唇太干 接下来这两支液体唇膏呢 我觉得 这个ultra satin的这个质地的话 就一般般吧 还可以 如果你有喜欢的颜色的话 就可以买 因为也比较便宜嘛 然后ultra matte的质地 我只能说大家渗入 如果你真的是碰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颜色 然后一定要买的话 那你用的时候一定要搭配护唇膏使用 不然那个唇纹的显性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再来呢就是他们家这个经典的眼影 实话说呢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眼影并没有特别的惊艳到我 只买了两个质地的嘛 一个是poreless就是珠光系列的 它上眼的显色度呢 并没有手背刷色那么强 而且它里面的那个珠光小颗粒会有一点点会掉下来 因为我觉得它也没有特别的好晕开 知道是不是跟我选的这两个颜色有关 因为一般像这种深蓝色什么的 它的质地不容易做的好 反而是那种大地色系啊 那种就很容易做的粉质非常的细腻 但对于这个poreless的质地 我更喜欢matte质地更多一些 那唯一的地方呢 就是由于它的质地是那种比较软 就湿软湿软又有点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用刷子取色的时候要就是每次多刷一些 那别的质地呢 我没有买 所以我也不能做什么评论 最后就是颜线的部分 我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 眼线胶呢我觉得这是一分前一分后 你们还是去买Bobbi Brown的吧 这个是偏干的 然后这个眼线笔的话就非常非常不推荐 一点都不喜欢 特别干特别硬 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感觉的眼线笔 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支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然后如果你们对于他们家新推出的 press powder eyeshadow感兴趣的话呢 请观看我的第二只colourpop的视频 然后我现在整个录下来 我非常担心这个视频的质量 因为这个相机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失焦 我稍微动一动就马上就不对焦了 但是我又不想再录第三遍了 所以开效果吧 如果当中就是有失焦的情况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见谅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 然后记得去关注我的Instagram的账号 下期再见咯拜拜 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我最近新购入的一个眼影盘 就是这个Smashbox家的 Cover Shot系列的一个眼影盘 我们下期见 谢谢观看